早安 感谢您收听2024年5月20日 每日听管理AI播报服务 每天早上7点 用5分钟带您快速了解最受欢迎的商业新闻和职场话题 订阅每日听管理节目 日日学习 每天进步1% 一年强大37倍 现在加入Apple Podcast付费订阅 每天不用5块钱 天天为你导读一本商管好书 使用技巧随学即用 创立超过一甲子的南宝树枝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主要生产涂料和胶水 是全球最大的鞋胶制造商 全世界前30大的球鞋品牌厂都是合作伙伴 包含Nike、Adidas 公司总部位于台南 行销据点横跨7国 27座工厂 营业范围突破50国 南宝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 分红制度 股票持股计划等方式吸引和留住人才 此外 也注重企业声誉的建立 通过上市 媒体宣传 校友推荐等方式提高知名度 并提供内部轮调和跨领域机会 让员工能够长期规划职业生涯 同时强调以潜力和绩效为基准进行升迁 并提供公平的职场环境和申诉管道 成为传统产业中的卓越雇主品牌 第二则要带您关注 AI进展快 要赶紧跟上 为何AI专家程世家却认为 先躺平再说 2022年底ChatGPT发布 AI快速进入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中 引发各种焦虑 iColor创办人程世家认为 企业应该先观察情势 等新技术在市场上经过验证 再导入 他提醒企业思考未来十年 什么事情不会改变 并找到符合人性需求的服务或工作流程 iColor在导入AI工具前 简直以表板监测工程师生产力变化 评估AI导入效益 程世家强调测试AI工具的识别能力 错误脑补程度等要点 他提醒主管引导同仁使用AI 并从改善工作流的角度导入AI 此外 采用专题是学习和跨欲思维 有助于加速AI导入和创新 AI不是取代人类工作 而是一个工具 应该善用它来创新 从跨视角 跨领域思考问题 解决更多棘手问题 赋予生活更多意义 第三则新闻是 第一桶金该存多少数目 想累积财富 你可能得先放下这个迷思 第一桶金对于理财很重要 但每个人对于第一桶金的金额目标不同 大部分人会设定第一桶金为100万 并希望用这笔钱投资 赚取被动收入 并继续赚更多钱 然而 第一桶金的金额并不一定要达到特定数字 才能开始理财 在小学时 开立邮局账户只需要10元 这让孩子们开始理解 用钱赚钱的概念 因此 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孩子 只要开始存钱 即使金额只有10元 都是累积财富的开始 重要的是要从小目标开始 不需要等到有大笔金钱或专业知识 才能开始理财 最后带您关注 写报告 做简报 不用再辛苦刻资料 二款AI工具帮你快速摘要 制表 写报告或做简报时 搜集了一大堆资料后 还要花很多时间阅读消化 现在只要运用AI工具 就能从重点摘要 翻译到拟定架构 通通快速完成 Cloud相较于其他类似的 生成式AI工具 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处理大量文字 做出精准摘要 甚至可以上传英文档案 做出中文摘要 它还具有辨识图片的功能 可以分析图片资讯 辨识手写字并翻译 甚至可以根据图片写出产品介绍 在资料处理方面 Gemini则可以将图片或文字转换成表格 还能连接云端 使用Google其他功能 当你的资料需要视觉化呈现 例如日程计划 预算 数据统计要转成表格 它是很好的帮手 适合以有确定的数据或内容时使用 以上这些工具都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特别是在处理大量资料和视觉化呈现 然而 使用这些工具时 仍需要注意资料的正确性 以及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 是AI职场教练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 职场大小疑问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 无限提问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